大家好,我是Kurpo 我們今天重溫一次剛才學的單字 昨天學了這個數字0至10 0是0 1是1 2是2 3是3 4是5 5是9 6是6 7是7 8是8 9是Q 10是Q 我們今天講了說 0至99是怎樣讀呢? 其實0至99是很容易的 大家只要把昨天所學的東西拼在一起就可以了 例如你想說13的時候 你可以說13 或者你想說46的時候 你可以說46 或者你想說68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說68 所以是很簡單的 大家只需要背熟0至10的用法 對不起 應該是0至10的讀法 沒錯 好 為了測試大家 是不是真的已經懂了? 我們不如做一下兩題的練習題 大家試一下平56和99出來吧 我給10秒鐘的時間看看 好 OK嗎?大家拼得到嗎? 沒錯 56的話呢 就是 99是 99 99是 9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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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有沒有適合了? 好 那我們這裡再說一句會話 就是當你想問別人拿電話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文化 我的電話番号 我的電話番号就是 電話號碼是 問號 然後你回答的時候就可以這樣說 然後你回答電話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回 你學過的數字的讀音 這樣說出來就可以了 2就是 2 4 1 0 0 好 那在這裡見到 hyphen 我們就會讀 no 在日文來說 你三至四個位就要停一停 就要讀這個hyphen no 然後後面就可以說回 5 6 7 8 就是 然後加回這個 有禮貌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想說的 日常會話的用法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如果你想看多些日常會話的對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溫習這個單字卡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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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